中国的城市 不通于中国 中国是 尤其是快速发展的城市 经常在建新的建议 荷兰这边就是他们经常 做维修 地下维修 然后 一年 四季基本上就没停过 这边挖个坑 然后维修好了 铺好路 接着再挖旁边的坑 总之 就是这种景象 OK 之前的一个视频 谈到过 其实我整体而言还是很 喜欢 生活在荷兰的 但是我想 一个建议吧 就是如果想来 荷兰留学或者 甚至居住或者工作 想真正享受 当地的文化 想更加融入到这个国家 最好有心的准备 学习一些荷兰语 我本身是没有 一开始就没有计划 学习荷兰语 然后等我毕业之后 找工作 然后慢慢发现原来我还要 在荷兰生活几年 然后 早知道我会提前 至少会基本的生活 通话 这样会很方便 我的日常生活 然后 其中在荷兰 比较困扰我的 有 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 语言的问题 因为荷兰国家是说荷兰语的 尽管大部分人会说英文 但是 比方说 你去一些博物馆 音乐会 看电影 去图书馆 我最爱买书了 我很喜欢书 可是 我居住的城市最大的一个书店 很难很难有英文书 全是荷兰语 然后 我基本上是入 亚马逊 从德国那边运到荷兰语这边 然后 我买很多东西都通过 我们家马逊 荷兰连亚马逊也没有 他仓库是在德国 因为国家很小 我现在经过哪里 那个 叫什么联合丽华 等中文就联合丽华他们的大楼 就是这栋楼 哦 sorry 别说 嗯 嗯 然后这是他们的里面 没错了 嗯 对 对 河南语是个很大的问题 我在读博士的时候 经常会有一些workshop 或者是一些seminar 然后他们主讲语言都是河南语 就是 你会觉得很沮丧 嗯 签那个博士合同的时候 说和英语是他们 嗯 通融的语言 因为有很多国际 博士生 嘛 可是事实上 不完全如此 嗯 你失去很多很好的学习机会 但尤其是我是 做 嗯 医学背景 然后研究一些 有时候需要和医生听人沟通 可是荷兰这边的大部分specialist 不是GP 然后他们的英文口语 并不怎么样 很多时候沟通特别困难 嗯 就是 很多很多这种烦恼吧 会让你心情变得很不好 嗯 但是首先我博士毕业了 就是如果我可以选择的话 我还是想选择 去美国读博士 嗯 第二个 我一直不太适应的地方 是 河南没有很大的 那种shopping mall 如果我想买东西 我要 跑好几个小商店 才能买到 我要的这一周的东西 就是很浪费时间 也许很多人 喜欢这种小商店 可是我本人 不想浪费太多时间 在购物上 然后每周末很多商店都关门 啊 然后 周末商店也放假 我 我放 我休假 他们也休假 就是 就是 整个欧洲国家已经差不多都这样 但是对于不同人不同的感觉吧 有些觉得挺不错的 就是很舒适很安逸 确实是如此 可是我觉得 我退休之后还不错 现在还这么年轻吧 不想这么安逸吧 我现在上了火车 嗯 其实 关于荷兰语 还有 突然想到一个很有趣的事情 我刚来荷兰的时候 去超市买一盒 我本来想去买 就是直接可以吃的 然后有一个包装上面画的是那种 Pancake 嗯 像中国的那种饼 然后 买好家之后拆开 原来是做那个饼的免费 就是浪费了钱 然后我那个时候也 没有那个那种锅来做 然后就直接丢到垃圾桶了 没办法 嗯 还有 一个烦恼就是 接电话的时候 因为 很多时候是 你和人对话比较好 你说你 不会讲 荷兰语 然后他们对话 就会使用英文和我对话 没问题 很OK 可是很多时候 啊 你需要 打入服务电话 对方是机器 啊 机器的回复 然后 他会 告诉你流程 你要干什么 你按第一 第一 第二 第三 你要干什么 你实在 我什么都听不懂 不知道在讲什么东西 所以每次这种电话 如果身边有荷兰朋友 同事的话 我会让他们帮我翻译 啊 我觉得 和来的一些同事 和朋友 也也习惯了 就是 啊 我这个外国人的 习惯嘛 拿着电话 让他们帮我翻译 嗯 就是 看似很小的事情 但是很浪费 清理和时间 因为 有时候你是 一个人出去办事情 然后 你要 打电话 啊 去办些什么事情 然后听不懂 就很 就很烦恼 然后 然后 荷兰人 是比较独立 你即便是有 我 哪有距离 即便是有 不错的荷兰同学 同事 可是他们都相对 比较独立 不像中国 你交中国朋友 如果关系不错的话 你给他们打电话 他们都会 就是 就是不要积极的帮助你 或者是 啊 他们都会 就是会感觉 他们会 存在你身边 可是荷兰人 就是 他们会有自己的 就哪怕和朋友的 聚会什么的 你都不可以打扰他们 啊 对于他们来说很重要 啊 哪怕他们看电影 他们也不会管你的 你现在的 什么 鸡毛蒜皮的小事情吧 嗯 还是哪句话 想 如果想 就是 过上比较安逸的生活 工作压力 不像中国的一些城市 像上海这样的 大城市 工作压力 然后收入也还不错 然后 房子也比上海的便宜 便宜很多 嗯 欧洲 在欧洲国家 如果 再加上你 不介意 你的英文 会 不怎么样 我说 呃 大多说 是吧 也有些 中国流行社会 英文也很不错的 嗯 然后 但是 对 对我来讲 如果 如果是在 啊 美国的话 应该口语会进步很多 嗯 水平的情况下 就是 嗯 对于很 很多人来讲 应该还是很不错的 嗯 所以看自己的选择吧 嗯 当然 嗯 荷兰 嗯 荷兰 的话 我现在就是想是都做 啊 开自己的公司 可是有很多手续全是荷兰语很困扰 就一直想找 partner 嗯 不是那么容易 但是 我一直在着手这件事情吧 如果有好的消息 也可以和大家分享 谢谢